2023年东海岸大地艺术节将在6月21号展开 今年主题是以越过第五道浪为策展主题 是以阿美族对海洋的了解所延伸出的应语 迎遇着不要被打败 邀请了六组艺术家进驻辖区进行创作 总管处表示希望透过东海岸大地艺术节 期许大家都能够面对困难 呈现穿越大浪后继续前进努力的力量 2023东海岸大地艺术节今年主题 以越过第五道浪为策展主题 是以阿美族对海洋的了解所延伸出的艳语 隐喻着不要被打败 以海浪是有频率的通常几道小浪之后 会有两道三道较达而达达达被阿美族人称为第五道浪 并邀请了六组艺术家进驻辖区进行创作 而都兰部落的西剧苏菲以及西班牙籍的艺术家 共同在加募组湾游汽区进行作品设置 以潮水坐下来了为作品名称 因为那个 就是这个退潮 刚好坐在岸上 就是以前老人家隐喻说 那个潮水最干的时候就是 然后是有些是漂亮木 然后你没有办法硬要 让它变成什么样的线条 所以那个要慢慢拉 那个中间会有一些不太顺利的部分 那就慢慢最后可能就是 马鲁的部分就把那个颜色上了之后 会把那个线条再会比较顺畅 感觉很好因为在东海洋这个地方 跟一个这里的人合作 是很好的工作 因为不是艺术品也是 阿美族渡览的文化 跟东海洋的文化 我会期待 艺术家表示 期望透过作品 让到来观看作品的民众 能够了解阿美族与海洋之间的连接关系 是让外界的人能够了解说 朱兰部落这边的阿美族人 对海洋的一些知识 跟他的态度是什么 2023东海岸大地艺术节 将在6月21号展开 农管处表示 希望透过东海岸大地艺术节 期许大家能够面对困难 呈现穿越大浪之后 继续前进努力的力量 接盘追东河相报道